此时,唐杰已经站在之前的那个小山头上 这里是第三阵通往第四阵的中枢 同样也是第四阵通往第五阵的关键 位于山头的五块巨石再度出现猪网般的图文 比起上次,这些图文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 猪网的中央没有理应出现的宝物,这意味着还缺乏一些关键的步骤 想了想,唐杰踏出一步,站在那猪网的中央 下一刻,猪网般的图文纷纷亮起,无数光点从地面升起 在唐杰身边飘动,泛起一片浩瀚星海 唐杰如置身星空中央,看着这无数星球飞舞,一时间亦有些呆了 他伸出手,轻轻碰了其中一颗星球 就听咔嚓一声,星球碎裂,跳出一个小小的人影 手持一把仙剑在其中分舞,竟是瞬间在空中展出一套精妙的剑法 唐杰看得心旷神怡,正欲再看 却听那人与剑刷的一下和尚,化为星球光点飞到他的身边 唐杰心中一动,知道自己若是接了这光球,怕是就接下了本阵给予的传承 与之前的离经,九离心经等修炼心法不同 这第四阵给予的奖励,分明是战斗用的法术 而且是在千万法术中挑选一种 唐杰不知道兵主为什么这样做 如果他是挑选继承人 那难道不应当是把所有的法术都传下去吗 为什么却只流传一种呢 他找不到答案,却不得不做出选择 看着那颗星球,唐杰摇了摇头,并不去接 那星球绕着他飞了一圈后,重有回归星海之中 这让唐杰不由皱了下眉头 星海璀璨,星球无数 这星球回归之后,如一滴水回归大海 再分不清他在哪里 换句话说,依然有可能被重复选中 唐杰不想重复选择浪费时间 便仔细看了一点那光点的位置 再用手触摸了一下附近的星球 那星球裂开,炸出一柄金枪 在人影挥动使出一套灵力的枪法 唐杰摇了头,指住那金枪,再选一颗 这次却是没有兵器 只有一套空手的烈焰掌 带出滔滔烈焰,席卷苍茫 应当说,这里出现的每一套战斗法术 都是极为强力 有资格列入神霄剑点中的强大秘法 但正因此,唐杰并不满意 来自神霄剑点的秘法 他已经够多了 困扰他的一直都只是修炼的时间 而非法术的多少 于唐杰而言 他更需要一些对领悟力要求较高 对修炼要求较短的法术 这也是他根据自己现在的情况 量身定制的法术 除此之外 他也不认为以兵主之能 留下的法术会是一个可列箭点 就能满足的 因此,他要找到那隐藏在这星海中的最璀璨的明珠 他就这么一个个点着 深周的星球成千上万 唐杰不知疲倦 一个也不错过的翻看 只是再怎么看 唐杰也没找到他期待中的那颗明珠 这不免让他有些气馁 难道说兵主真的就只在第四阵留下了这些垃圾吗 不,这不可能 唐杰心中揣测着 随手又点开一颗星球 星球中跳出的是一把银色小剑 这银剑,唐杰已经见过三次 因为混在一堆星球中 罪易混淆 此刻,唐杰一见到又是他冒出来 没好气的一纸点出 也不知怎么的 这一纸却是在无意中用出了冰字诀 冰字诀本是碎兵秘法 作用于兵器法宝 无往不利 眼前的银剑是法术幻化出来的 自无道理被冰字诀锁碎 没想到这一纸戳下 银色小剑竟真的应声碎裂 画成无数光点消散 弄得唐杰也是一愣 最令他感到不可思议的是 随着银色小剑的碎裂 空中竟然还出现了一粒金沙 这,这怎么可能 唐杰恶重 碎兵爵对付法术幻化的兵器 怎么可能形成真正的效果呢 他将手一抬 那金沙已是落在他的手中 在他手中滚动 触感真实 与以前他得到的金沙 毫无二致 这让唐杰越发的震惊 难道说兵主的兵子诀 真的对法术幻化出来的兵器 都能有效果吗 不对 这绝对不可能 修仙不是修玄 至少在唐杰的世界里 这一切的仙术 都是有法可依 有章可循的 以空对空 绝不可能产生如此实物 想到这儿 唐杰眼神陡然一领 我绝不信你会是真的 手指轻弹 金沙已被他弹出 猛地击向附近的石柱 若这金沙为真 那就算不能洞穿石柱 至少也会在上面留下一个坑洞 下一刻 金沙狠狠地撞在石柱上 就听砰的一声 那里金沙已化成一棚青烟消散 看到此景 唐杰先是呆了呆 随后放声大笑 果然是幻术幻化所致 只不过这是什么级别的幻术啊 竟然在幻化出一开始指定的兵器和法术后 还能根据后来的情况做出应变 幻化出对应的效果 要不是冰字绝金沙无坚不摧 唐杰本身又信念坚定 还真要被这幻术给骗过了 等等 幻术 唐杰重新向四周看了一眼 那无数星球 那稍作刺激就自动生成的万千法术 还有呢 根据修者行为 做出对应应变的强大欺骗效果 唐杰的眼睛亮了 是了 这才是自己所追求的 这才是兵主真正遗留下来的宝贝 不过 要怎么才能得到他呢 唐杰沉思起来 只过了一小会儿 他低下头去 看向附近那构成一切的图文 唐杰笑了 哼 原来从一开始 你们就在这儿 他重新观察那些阵文 那一道道图文映在他的眼底 渐渐的 唐杰心中产生了一丝明雾 然后他抬起头 再度看向周围的星空 这一次 他看的不再是每个光点背后代表的法术 而是那无数闪耀光点本身的组合 他们在空间微微闪亮着 一明一暗 带着独特的节奏 与地面的阵文 还有星空 一起放出巨大的光亮照向唐杰 一股巨大的信息流涌入唐杰的脑中 五指传宫 原来这一次 却是五指传宫啊 唐杰只来得及叹息一声 便彻底沉浸在信息的海洋中 结束了 离剑园的小屋里 唐杰传来一声轻叹 哥哥 什么结束了 依依捧着小脑袋问 九阶镇那边唐杰回道 第四阵医保已经得到 第五阵是托凡境才能进入的 在没有掌握兵主留下的几种法术 又没有进入托凡境前 暂时不用想见了 真可惜啊 第五阵就是万花阵 那里有大量的天才地宝 我却只能望宝山而不得入啊 兵主归须 造成的洞天伏地 确切的说 从第三阵就开始了 不过 第三阵是荒漠之地 空在仙境 却无适合灵种的土壤 因此 白白浪费了一层空间 唯有过了上古战场 进入万花阵 才是真正的仙境所在 可惜啊 现在的唐杰还不能入 那何冲他们呢 只要无望天心周一姐 会不会找你麻烦呀 哼 这个倒不用担心 唐杰笑了笑 本来 我也在头疼该怎么对付这几个家伙 虽然因为要通关的缘故 他们不敢杀我 但抓住我总是可以的 所以做好了实在不行 就冒险进入第五阵的准备 不过现在嘛 哼 我不担心了 为什么 一一问 你应该问的是 我在第四阵 那关底到底得到了什么 唐杰眨了眨眼 他的手一伸 手心上方已出现了一片灵气云巢 灵巢翻卷中 一个新的一一已出现在一一的眼前 一一一下子尖叫起来 幻影分身 不 是幻影复制 唐杰笑道 红梅城 在经过数天的休息之后 参加下一轮比赛的名单终于出炉了 其实啊 不用名单 大家也能根据比赛表现自己算出来 毕竟 几分规则摆在那 一共六十人的比赛 进入者中 千情宗七人 天涯海阁七人 天神宫十人 恋兽门十四人 喜悦派十三人 七爵门九人 千情宗与天涯海阁的人数较少 倒不奇怪 这次先元会 对他们本来就是先天不利 而在另四派中 天神宫和七爵门的人数之所以较少 则是因为他们是最早的生死之敌 由于在第二天就展开了生死洞 一些学子已替补身份出场 不利于后来的对决 因此 在总胜负次数上 吃了些亏 至于恋兽门与喜悦派 最后的生死战胜 在唐杰的安排下 喜悦派以胜利换生命 结果就是恋兽门获胜最多 死人也最多 虽然因此获得了十四个出现的名额 但大部分都是替补上场的学子 论总实力反而在喜悦派之下 可惜的是 虽然喜悦派见了十三人 蔡军阳却因败场过多 而最终没能进入 不过 对于各大派来说 这些都无关大雅 毕竟 最终需要决出的 仅是十名学子 所以 只要各大派的排名最前的几名学子没事 那就没什么关系 但要说全然无关 倒也未必 至少那些注定无法进入前十的人 还可以成为其他人的帮手 在一场六十人的联合大竞赛下 自身实力固然是决定胜负因素的关键 支持自己的朋友多寡 同样影响着最后的走向 如果有谁自以为实力高强 就不把其他学子放在眼里 那么 等待他的 就是被其他学子排斥 到时候 想拉拢别人帮忙也难 这也是为什么 逍遥宫在擂台比武后 还要安排混合比试的原因了 明面上的一切表现都是虚的 只有在这种多人混合的大战中 才能看出谁更会做人 更得人缘 除非修行到仙台之境 逍遥九天 或可无事苍生 否则就算再有能耐 不会做人也等于是把自己孤立了 正因此 私下里六大派其实也在相互串联 尤其是那些正处在热门榜首的学子 如天涯海阁的蓝玉 天神功的云无极 千情宗的邓小雨等等 这些天闲着没事 就是和其他学子交流感情 那些侥幸进入第二轮比赛 但自身实力不济 基本无往前十的学子 一下子成了香波波 平日里高高在上 连看都不看他们一眼的同门天骄 诸位师兄 每天都会把各种邀请的帖子发过来 不是请客吃饭 就是要谁上门切磋 甚至于主动指点对方 有什么问题 在这时候请教师兄 那绝对是一问一个准 绝对的有问必答 有起必应 同门固然如此 甚至于不同门派的也有串联 六大派有死敌 亦有好友 千情宗和喜悦派 天神宫和炼兽门 天涯海阁和七爵门 彼此间的走动 也是越发的密切起来 彼此间相互密约 各有盘算 一时之间 各类组合与联盟 多致数不胜数 有时候 一个学子 就会同时处于多个联盟之中 左右余力 更有甚者 甚至连好友之外的门派都拉拢 唐杰就接到过一封密信 是天涯海阁的一名学子写来的 言称自己是许妙然的师兄 在天涯海阁颇有地位 背后更有靠山等等 唐杰若想获取美人芳心 便需在第二轮大赛中 助他以臂之力 否则定坏其好事 云云 看得唐杰是哭笑不得 随手就把信给撕了 相比其他门派 喜悦派学子们 拉拢虽然也在展开 却显得平静许多 彭耀龙 唐杰 叶天商等一批出色的学子 在这个时候 出人意料的保持了沉默 在绝大部分时间 独自在屋中修炼 偶尔才会出来 和一些同门学子交流 作为喜悦派 排名最靠前的几个人 这样的表现 使得许多代价而辜的学子 大感失望 当然了 也给了某些人机会 同样过关的龙道 开始四处结交同门 须以后利 时间就这么一天天过去 终于 第二轮竞赛之日来到 这天上午 六十名学子 云集红梅岭上 逍遥宫与六大派的 诸位上师皆已在座 此外 就是从四方赶来看热闹的宾客 在山岭的一侧 有片云雾弥漫之地 不知通往何处 以前 唐杰他们过来的时候 从没见到过 今天却是头回见到 一名逍遥宫的上师 此刻就站在那云雾口前 朗声道 前次竞赛 猪派学子竟显身手 果然不愧六大派的威风 此番第二轮竞逝 经商讨后决定 给诸位少年英杰一个机会 把竞赛放在 狼牙伏地进行 这话一出 全场历史响起 闹哄哄的一片噪声 狼牙伏地 竟然是狼牙伏地 哎呦真没想到啊 这次竟然有此福分能进伏地 就算入不得前十 也不算白走一趟了 哎就是就是 这狼牙伏地 就是逍遥宫自家的伏地 在逍遥宫多年的经营之下 内有七花一草 珍惜妖兽无数 是一座八百年的伏地 仅从伏地价值 就可以看出逍遥宫的实力 除了六大派之外 在一众小派中 也算是相当不俗了 这次 他们将拿出伏地 作为学子的竞争之所 也算是出了写本了 估摸着 此次之后 逍遥宫再不独立 既如此 还不如大放一把 交好众派 由于此时 宾主未定 谁也不能确定 谁是最后的赢家 因此 能分得一点好处 大家也是乐意的